我们刚才设定成中国大陆之后 别忘记最后还是把手机设回我们的台湾地区 以后如果你真的要安装在台湾地区要用的APP的话 才能够安装 所以一样在桌面当中找到这个设定 齿轮这个设定帮我点击进去 然后又是一样点选你这个名称的账号 那我因为放痕的关系他现在跑在右边来 好来一样下拉 选到媒体与购买项目 帮我点击进去 然后选检视账号 这不是刚才跟设中国大陆是一样的道理吗 差不多 只是等一下要设的资讯有一点不太一样 好接下来国家地区 国家地区 对不对 好 他就切成直的 他这里自动换成直的 好 更改国家或地区 点击进去 然后接下来找台湾 有点难找 台湾的话 他是写台湾地区 刚才看到有人是写英文的 写台湾region OK 没关系 你就帮我找台湾 那如果你是中文的话 他基本上跟泰国写在蛮接近的地方 在蛮中间下面 好 有没有看到 我看放横的看 有没有 他多了个地区 有没有看到 有看到吗 对吧 台湾地区帮我选择下去 然后接下来又要设定资讯 来这个通过电子邮件 同意 按右上角的同意 然后接下来中间画面出现同意 好 接下来又来设定了 来设定第一个 账单 一样选无就好 账单选无 可以吗 然后来 街道 一样 碧田的 你就帮我打1 街道是1 然后 第二个街道可流扣 就不用打 第三个 县市 开始选一个 有时候我就选台北市 下面选条一式 按完成 接下来 游地区号 注意了 打5 比如说你打5个1 12345 5个1就可以了 5码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电话 一样 照上面的 1234567927 你就这样打 从点到最前面 1234567927 可以吗 打完按 下一页 这样 就把它改回台湾了 所以 这时候你的App Store 也是台湾地区的 这现在目前的App Store 可以吗 好不好 来 请各位操作 把这个地区 改为台湾地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